犯了错进了监牢 但有的人可以特赦 有的人确实要终身监禁 这又是为什么呢 今天带你快来看 哈喽大家好 我是治愈 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我们常这么说 这个司法呢 有一句话叫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但问题是啊 这个平等 要看你对国家有没有贡献 如果你真的很有贡献的话 那法律都为你服务 但如果你就是个可有可无的犯罪者 罪犯的话 那不好意思 你就老理官到死 好那为什么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 因为近来你看到了 有非常多司法案件 都在这些国际间重要人士身上发声 我们先从川普前总统开始说起 他在这个海湖庄园不是被FBI给这个闯入吗 这个川普是说闯入 但是呢 FBI说那我是好好调查 因为呢 川普前总统啊 在他卸任的同时 他把白宫好多重要机密的文件都带回家啦 哎呀 不是这样的啊 就像我们一般的工作 呃你要离职的时候 不是也有一个交接程序吗 跑个流程吗 呃电脑不能带走啊 机密资料不能带走啊 那些都是公司机密啊 哪有让你带走的一个状况 难道我说 哎我那个离个职 哎我就是觉得那个办公室的那个桌椅满漂亮的 我可以带回家吗 不行吧 哪有这回事 所以呢 看到这个川普前总统于是呢 他的这个家里头就被FBI给搜查了 而且呢 不止搜查 还真的搜出来了 居然呢 把人家白宫的这个呃 机密还有分等级啊 他把绝密的文件都带回家了 而且一箱一箱一箱的 还通通堆在那个地方 是闲来无事 午夜梦回睡不着 把绝密文件拿出来好好端详 再好好的复习吗 太神奇了 所以呢 这个FBI现在啊 这个搜到了非常多的证据啊 然后呢 大家就说了 呃 这个FBI为什么去调查 因为呢 川普前总统其实啊 呃 在这个泄密当中啊 千颗累累 当初呢 他还是总统的时候啊 他就有点分不清楚 什么能讲 什么不能讲 我们来举几个例子啊 他讲了哪些很不该讲的 比如说呢 哎 他把伊朗的飞弹基地啊 这个是美国 这个国防部啊 机密资料来跟总统汇报 结果呢 哎 我们这位总统太可爱了 直接哎 这个转出去 就在推特当中 昭告天下了 然后所有的国防部跌倒啊 五角大厦的昏倒在地啊 哎呀 不能讲啊 绝密资料 你怎么 怎么一转身10分钟 你就讲出去了嘞 然后呢 这个以色列啊 这个中 这个美国的盟国嘛 搜集了很多中东的一些 机密的资料 然后呢 那个ISIS啊 在哪边啊 什么什么阴谋啊 哎呀 这个整理的很好 然后呢 跟美国你这个好朋友 这个铁杆兄弟来分享 结果呢 川普总统居然告诉了俄罗斯的这个官员 跟他说哎呀 我们那个就是那个中东的盟国啊 分享一个资讯什么什么什么 转身就讲出去了 以色列都昏倒在地 那不止这个呢 很多啊 川普总统还跑去跟杜特地菲律宾总统 跟他讲说 哎 不要担心 我跟你说 我们美国有核子潜见 现在位置就在这个北韩附近 在那个地方两艘 哎呀 核子潜见好厉害 潜见的位置 怎么可以随便讲出去啊 聊天般的通通聊出去 他甚至连斩首行动 呃 他们去这个杀了这个ISIS的一个 这个巴格达迪 呃 这个首领呢 他就把这个美国是一连串的 哎呀 我当初怎么样掌握他的情资啊 我拍了直升机啊 然后窃听他的老婆电话 等等等等 怎么抓 全部通通讲出去 昏倒 所以呢 他这个FBI才会顶上他 在他现任发现 有非常多的绝密资料居然消失了 后来一查 哎呀 怎么都在川普前总统的家里头 所以呢 我们看到这位现任总统 现在要面临到的官司问题了 之前呢 有他其他的官司 但最新一个就是这个 的间谍罪 哦 当然啦 这个间谍不是说川普真的是个间谍 而是呢 他在这个所谓的机密资料 机密情报当中 他犯了泄密的问题 但是呢 其实啊 我们看到有非常多的官司 在美国呢 都是美国总统要卸任之后 才会面临到的问题 在美国的总统呢 他们其实呢 是有这个刑事的豁免权 在就在当下就任的总统 他是不会面临到刑事的起诉 但是呢 他卸任之后呢 哎就像川普前总统一样 现在还要面临到的就是秋后算账 之前呢 有几位前总统啊 呃 那么他在这个再任的时候呢 也出现了一些官司缠身的疑虑 但是后来都没有被起诉 最早我们看到尼克森总统 他的水门案嘛 当时也没有被起诉 那后来呢 我们看到是科林顿总统哦 那么他也面临到了这个案子 他也没有被起诉 那个时候呢 美国的大法官的解释就是 就任的总统 在任的总统 是不会被起诉的 但他们卸任之后 哎 马上就要面临到法律的检视 那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会非常羡慕一个人 现在全世界啊 可以非常大胆的做任何事 为非作歹啊 杀人放火啊 你爱做什么做什么 没有关系 一切没问题 谁啊 普丁总统 因为普丁总统呢 在2020年的时候呢 他好不容易争取通过了 他拥有终身豁免权 而且不止他本人 呃 这个他说 未来这个法案是这样的哦 只要是俄罗斯的这个最高领导人 卸任之后呢 本人以及他的家人 通通都拥有终身享有的行事豁免权 也就是说他现在做什么事情都一切无所谓 而且呢 连他的家人也同样的享有终身的行事豁免权 这个时候呢 川普总统应该很想要当普丁的家人 可以情同兄弟 我们两个人 呃 这个这个继续啊 这个行骗天下 为非做的 哎不是啊 反正呢anyway 他要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关系 即便现在呢 恩物大战爆发了 现在有非常多人说 哎呀 这个普丁总统罔顾人权 战争最起诉他 你起诉谁啊 人家可是终身豁免 我永远不要离开俄罗斯 你拿我什么办 所以呢 我们看到这是普丁总统 已经帮自己未来 可能卸任 拿了一个护神符 现在应该大家都好羡慕他 那不止呢 我们看到是这个川普总统 可能非常羡慕普丁 还要带您看到 有一个国家的领袖 也会非常羡慕普丁 这个国家呢 很特别 人家说啊 全世界最难做的工作是什么 那就是南韩总统啊 因为呢 其实南韩啊 他建国也不是非常长的历史 他也不是一个悠游的这个 这个时间非常这个悠长的一个谷国 也不是的啊 他的总统就十一任 但这十一任啊 无一幸免 无一善终啊 啊好惨啊 每一位卸任总统呢 马上要面临到的就是不断的跑法院 进看守所 跑法院进看守所 跑法院进看守所 无限轮回 每一位总统都是如此啊 南韩也是非常特别啊 但是呢 你说当总统都没好下场 干嘛大家抢着当啊 就是要权力的巅峰 对不对 但是呢 在南韩也非常可能是因为 他们的总统只能当一任啊 五年的时间 所以呢 每一个 每一任总统呢 可能一上任就要赶快努力 哎不是 每个努力的要做他的政绩 所以呢 做他的政绩 当然你只有一任的机会 你就会非常努力 做一些很激进的 一些比较这个 勇敢的手段 这样才可以很快的看到政绩 但是呢 你在勇敢的过程当中 哎呀不小心捞了钱 哎不是 哎不小心呢 你可能就触犯了一些什么 所以于是呢 在每一位啊 这个南韩的总统卸任之后 大家都面临到了法律的制裁 而且呢 现在啊 在这个南韩 可能以后可以来给总统监牢 大家一间一间排过去 大家当个好邻居 OK 所以呢 我们看到这是南韩 大家都开玩笑讲说 南韩总统啊 真的很难当啊 现任之后啊 好像就是一个去处了 呃就是监牢了 就直接往那里去了 所以南韩总统应该非常羡慕普丁 但是呢 我们来看近来啊 南韩呢 他们办了一个特赦 在南韩的光复节这一天啊 南韩新任的总统 我们看到这位啊 尹熙悦 直接就特赦 而且他说为了要因应 现在南韩的经济困境 所以他特别挑选了一些 经济界的领袖 希望他们的特赦 可以带来南韩经济的增长 那当然最有名的 南韩目前三星集团的副会长 李再荣 他就得到了特赦 好 那么他得到特赦之后呢 马上站出来 非常诚恳告诉大家 接下来我代罪立功 我会开始努力投资 然后呢创造更多的一个工作机会 然后呢促进南韩的科技发展 然后呢一定我好为国为民 然后我好好做 哎感觉好像竞选总统 好那么这个李再荣呢 他就得到了一个特赦了 那除了李再荣之外呢 其实还有一些企业的一些领导 你就突然间在特赦名单当中 有他人在说 哎呀他也进去了 哎呀他也进去了 还有谁 乐天集团的会长 同样新东斌 这回呢也在特赦名单当中 那除了乐天集团之外呢 同时还特赦了一个是 在南韩非常大的一个钢铁公司 也是一位会长 他也得到了特赦 还有一个呢 是能源集团会长 同样的哎怎么也在里面 这回呢也都特赦了 所以你就看到了这回呢 南韩政府啊 特别点的这些呢 都是未来对南韩的经济成长 有帮助的 这些呢大企业家 通通都让他们重获自由 然后接下来你就好好盯着你看了 你要怎么样回报 南韩政府放你出来的一个美意啊 有点回报了 OK哈 好那我们来看到 为什么放李再荣 那是因为现在南韩 真的面临到了非常大的挑战 我们看到南韩 他不得不选边站 他要加入美国的Trip4 我们在之前的集数当中 有跟大家聊到了这个晶片4啊 晶片4 四大王的一个组合啊 希望呢可以在这个组合当中呢 呃要把这个中国孤立于这个半导体的产业发展之外嘛 但是呢那个时候我们也跟大家聊到了说这个晶片 呃这个F4的一个组合也是非常尴尬啊 因为你又找了美国台湾 然后找日本南韩 日本韩国两国很有嫌隙啊 你把他们揪在一起 他们在半导体产业现在还在贸易战期间哎 日韩是有打贸易战的 2019年开始哎 所以呢现在很尴尬哎 那于是呢 在这个晶片的联盟当中呢 要怎么样啊 可以这个不能够示弱 一定要把这个日本比下去 再来一个呢 就是目前全世界的一个半导体产业高度竞争 三星要跟台积电竞争 三星同时间要跟英特尔竞争 三星同时间他希望可以去争取美国晶片法案的补助 然后就是CHIP4这个晶片四大国当中联盟当中 他也要有他的扮演的角色 所以呢把李赞荣再度请出来 希望呢他坐正三星 在半导体产业当中呢 一定要好好努力哦 日韩之间的一个这个晶片 半导体产业到现在呢 都还在努力的竞争当中 2019年开始啊 我们看到日本呢 他掌握了非常多半导体的上游的一些材料 那这些上游材料呢 那个时候日韩这个贸易战嘛 日本就说那我不卖给你 我卡你脖子卡你关 就跟现在美国要卡中国一样 日本也卡住了南韩的一关 哦真的那个脖子卡很紧 差点没噎死啊 那是怎么啊 这个上游材料的就是卡你 让你很难买 南韩其实有非常多 很重要的半导体的关键材料 都要跟日本买 而且他那个占比很高哦 那个占比都是八成九成的 那于是呢被卡脖子之后啊 现在的南韩政府说 我们要创造我们自己的产业链 他们在努力 但是呢2019年到现在三年了 现在回去好好清点 真的脖子没卡了吗 哎没有脖子还是卡住的 只是呢那个占比的比例啊 韩国依赖日本有稍稍往下降 但稍稍往下降 杯水车薪 所以呢现在南韩 把李在荣再度请出来 希望呢半导体产业可以靠他了 那当然今天我们跟大家看到的 有的人被秋后算账 有的人进去监牢 还可以放出来 重点在哪 重点在国家利益 你到底对国家有没有用啊 有用的话 你看你即便是进去了 我还是把你请出来 拜托你啊 你重获自由好不好啊 哎姿态很高 OKOK fine 我就重获自由 我来帮你处理一下 你的经济难题 但是呢 如果你影响到了国家利益 当然你就要小心了 要被算账 像川普前总统 好那么今天呢 跟大家聊到的 就是在司法案件当中啊 看到了这么多的特色与否啊 或免权与否啊 那么很多的一些案件 其实呢 他背后都有很多故事的哦 那么今天跟大家聊到这里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们下回见 拜拜